感念彰化基督教医院创建人之一 苏格兰的蓝大卫医师 跟多名英国长老教会传教士 过去来台奉献提升医疗能量 目前全球对抗武汉肺炎之际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促成捐赠 一万件P1防护医 给英国当地医疗照顾机构 因为在120年前蓝大卫医师 就到了我们张基里面来 它帮助了我们很多的病人患者 那么让我们台湾的医疗走入到现在 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是 要互相爱 要互相有爱 这就是一个我们的宗旨 这次捐赠医疗物资 由彰化基督教医院协助负担 国际航班庞大运费 见证物资捐赠的 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唐凯玲说 台湾自19世纪以来 在宗教医疗教育方面的交流 都相当密切 苏兰的基督长老教会的拳教师 就是马亚的 他是总教师 也是医生 他在台南 高雄 嘉义 不管是社区 还是山区 唐凯玲相当感动 这批医疗物资将带给英国医疗人员 很大帮助 促成这次捐赠活动的立委 林长佐也说把台湾人的爱心送到国外 最后捐赠仪式也透过视讯方式连线在苏格兰当地医疗机构人员 是采访报导